香港是一個很共融的地方 這麼多年在香港 覺得是自己的家 你說會不會回印度 其實有時都會回去 不過有時回去都是掛著香港 所以有感情在這裡 很深的感情在香港 依仗印度人的面孔卻說著一口流利的粵語 對於印裔港人白俊達來說 過去的一段時間特殊且有意義 幾年前他成立了一個名為 統理心慈善基金的組織 旨在幫助旅港少數族裔群體 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難題 很多非華裔的都知道 Jimmy都有幫人去找工作 或者有些跟政府聯繫 教育方面Jimmy都幫了忙 很多人都會靠不同的人打電話來 說可不可以幫我們這個忙 好像近來那樣 我在Facebook上貼了 我們會送一千個TASTA的 到今天都有很多人WhatsApp給我 其實我都不認識他們 現在接下來都會落區 好像深水埗那些手停口停 現在很多人都很淒涼 現在來的都會幫得到多少就多少 第五波疫情之下 習慣於在休息日戶外聚集的外傭群體 成為高風險人群之一 而部分少數族裔人士也因語言不通 停產停工 物資缺乏等問題 面臨生活的困境 作為第四代土生土長的應義港人 白俊達對於這些少數族裔群體的艱難處境感同身受 其實家裡也不是說很有錢的 那我當時小時候想買玩具 看別的小朋友有的東西我都沒顧 那你怎樣呢 就會成人去撿籃子 撿了別人的玩具回來玩 那自己都經歷過這些東西之後 大過了想更加去幫別的有需要的人 自小在香港出生長大 對白俊達來說香港一直是自己的家 無論是城市中24小時的全食服務 亦或是遍地的就業機遇 香港的好足以讓它如數家珍 香港是甚麼都有的 還要是24小時 香港是一個很安全的城市 全球最安全的是香港 很多的機會在香港 你做生意也好 打工也好 這一個golden place 我們可以繼續拍 然而讓白俊達最鍾情的 是這裡的人 他說香港人善良包容 願意接納和嘗試新事物 香港社會也樂見多元文化 與不同族裔的和諧共融 這種先天的包容性在當下的全球環境中顯得無比珍貴 香港是每一區你都會見到不同的種族都住在 不會說分區 就是共融了一起住 就是喜歡是喜歡這一樣 香港就是很包容 今時今日香港我都會聽到這件事 你在香港做甚麼 你回到你國家吧 我這四十多年都沒聽過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是做好的 近年來 隨著香港不斷對外開放 越來越多不同族裔人士選擇來港發展 從2009年至2019年 香港少數族裔人口數上升了七成 201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 除近四十萬的外傭群體外 香港還有約二十六萬少數族裔群體 占全港人口的約百分之四 這其中的很多人與白俊達一樣 幾代在港扎根 以港為家 而白俊達的心願正是幫助他們 在這座城市中謀求更好的發展 也為香港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都是想幫助多些人 就是不同種族 都想他們日後有個穩定的工作 接下來他們的子女都是土生土長 我想他們更新自己 讀多些書 學好中文 就在寫字樓找工作 在政府裏面找工作 做紀錄部隊 做不同的工作 我希望是這樣 剛剛又爆發了疫情 越來越嚴重 香港也促過一分力 現在都是我們的家 很好的一天 再會來的 所以大家要齊心 齊心到過這個疫情 旷路閒 那邊 去再寫 再寫 快樂 我來 去再寫